再来看到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 30号在花莲市长魏佳燕等人的陪同下 会看花莲市主农公园及主农主安理社区活动中心 并对于公所争取补助打造客庄据点 重塑有名庄康乌搬家历史记忆 并作为亲子老又同乐的交流中心 表示将会全力支持 而在立生活有谁呢 有孩子有老人家有青少年 有各种的亲子的他可能的生活上遇到的 他希望可以有这个空间或者有这个环境 让他在某一个时段符合他满足他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这样想的时候 图书馆他有图书馆的功能 但有没有可能有活动中心的功能 花莲市主农主安与主河里一带九层有名庄 是客家人居住密度最高的区域 为推动花莲市客庄交流据点 花莲市公所在市长卫家宴的重视下 针对社区进行通盘规划 不仅办理活动中心耐政补强工程 公所也多次提报计划 那刚刚主委有提到 不只是图书馆甚至于包括我们的展演空间 那我们厨艺的教学空间 那等等的一些课程 都希望说我们社区的人都可以来这边做一个交流 那未来如果争取到了经费 那我们一定会打造成花东地区最漂亮的一个 客庄生活交流中心 客家维员会主委古秀飞 30号在市长卫家宴等人的陪同校 会看花莲市主农公园 及主农主案例社区活动中心 公所提出有名庄生活交流中心计划 期待串联户外与室内空间 打造全林共融的文化传承重要基地 而主委也允诺将全力支持 让花莲市有名庄成为全国 70个客家重要文化区的示范案例 记者许立晴花莲市报导